警报护理师染疫屏东基督教医院紧急停诊 但急诊室却塞爆了因为全院 一千五百多位员工全部召回裁检 一早有病患在门口等却不得其眠而入 围着医护人员询问 护理师的部分他一采羊 那我们已经给他暗号 但是二采的部分发现是阴 确诊护理师连休四天 七米连假后六号七号连两天 都回医院上班 七号晚上胃痛发烧 裁检确诊CT值30.5 而一采羊二采缺阴 检体再送实验室进一步确认 染疫护理师跟诊的二楼三楼 五楼人员漏夜被召回PCR 九十二人全部阴性 另外还有一千五百多位员工 加上陪病家属跟病患 扩大裁检规模高达四千人 有可能的下几百医院就有恢复 不过这个目前段还必须要看到 今天跟礼拜天的检查结果才知道 全台本土疫情狂飙 先前肯定台湾剂一人中就停办 屏东八号也有七人确诊 但去年狂吸十万人潮的 屏东三大日音乐节 八号到十号连三天却继续办 防疫措施若没配套 恐怕还会再爆发 记者张春华评论报道 发衣服